NBA的記者Rachel Nichols最近在Kevin Garnett的節目上聊到他最難忘的訪談 其實內容從來都沒有被公開過 有一次Rachel坐飛機從DC到紐約 他是一個短程的飛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如果你一坐下來你發現你旁邊兩邊都是空位 你會想說太好了 因為等一下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放到隔壁 你就不用很緊 他心裡在想 待會解壓說他的包包之後 他可以很專心做很多還沒做完的事情 這個時候聽到最後的廣播 燈機門要關了 Rachel心裡一直想說 拜託門趕快關起來趕快關起來 旁邊不要有人 結果沒想到過了20分鐘 最後一個人終於上飛機了 空姐將這兩個人指引到Rachel旁邊的這兩個位置 他抬頭一看 結果竟然是Muhammad Ali還有他的棋子 他一開始腦袋一片空白 可能是太震驚了 但是後來他鼓起勇氣介紹了他自己 雖然當時有一點點阿茲海摩陣 但是阿里是一個非常健壇並且熱情的人 但他的棋子在旁邊一直都很熱心的幫忙解釋 這趟90分鐘的飛行訪談 就成了Rachel必勝難忘的一次經驗